如图用轻质定滑轮匀速提升重物计 竖直拉拉力为F 斜着拉拉力为F匹 F与F匹的大小关系如何 定滑轮其实是一个支点在滑轮轴心的杠杠 杠杆平衡公式动力乘以动力B 等于阻力乘以阻力B 两次阻力都是重物对绳子的拉力 其大小等于计 阻力B嘛都是滑轮的半径R 竖直拉动时动力为F 动力B也是滑轮的半径R 代入公式两边约掉R 得到竖直拉的拉力F就等于物体的重力计 而斜直拉动时动力为F匹 画出动力B 啊原来也是滑轮的半径R 代入公式两边约掉R 得到斜直拉的拉力F匹 也等于物体的重力计 所以两次拉力相等 这是因为无论往哪个方向拉 定滑轮动力B都等于阻力B 都等于滑轮的半径R 这是一个等B杠杆 所以定滑轮不审理 稍微改一下题目 将轻制定滑轮改为轻制动滑轮 用动滑轮匀速提升重物G 竖直拉拉力为F 斜直拉拉力为F匹 那F与F匹的大小关系如何 动滑轮也可以看成杠杠 只是其支点不在滑轮轴心 而在O点 其平衡公式还是动力乘以动力B 等于阻力乘以阻力B 两次阻力都是重物对动滑轮的拉力 其大小等于G 阻力B都是滑轮的半径R 竖直拉动时动力为F 动力B为滑轮的直径 也就是两倍的半径 带入公式 两边约轮得到F等于二分之一G 也就是说 竖直拉动动滑轮时 省一半力 那现在来考虑斜着拉动时 动力为F匹 划出动力B 延长F匹的作用线 过支点O向它做一条锤线 这个长度就是它的利弊 就是L1 带入公式 现在要比较F匹与G的关系 需要判断L1与R之间的关系 那它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这里需要利用点数学知识 把这两条线连接起来 在这个三角形中 直径所对的圆周角等于90度 那你肯定知道 斜边大于直角边 也就是这个边小于直径 那再看这个三角形 也是直角三角形 斜边大于直角边 那F匹的利弊L1就小于这个边 而它又小于直径 所以L1就小于直径 小于R 回到公式 运用你丰富的数学知识 可以得到F匹就大于二分之近 由此可见 正常使用 即数值拉动动滑轮时 可以省一半力 一旦改变方向 拉力将会变大 这就是定滑轮与动滑轮的本质 你知道了吗 呵呵 这就是定滑轮与动滑轮的物质 之间的按照 怎么可以买的 躺在大于好的